嗨各位小財神 今天大家過得都還好嗎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就是 之前理財講座的時候 有人回覆這個問卷 問寶可夢一個問題 他說那保守族 適合買ETF嗎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要來跟大家聊聊這件事情 因為很多人可能對這些 投資商品可能都不太知道說 它的屬性或者是它的風險 程度的高低 那既然大家都不知道 我就簡單做一個 介紹然後讓你去理解說 其實有些投資工具 是風險比較高的有些 投資工具其實是適合 比如說不同年齡層的這個 你風險承受都不一樣 那麼你可以接受的這個 所謂的投資理財產品的比例 好應該就要稍微有點改變 那這個到底要應該要去怎麼做 判斷其實我們今天簡單來跟大家 聊聊好 好那我們就趕快來看一下喔 這個 我的這個保守族適合買ETF嗎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啦 那我稍微畫的簡單的寫了一下 這個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主題喔 就是有三個 第一個是各大金融產品的風險 大概屬性是怎麼樣 我們可以來聊一下喔 定存基金股票ETF 好今天要講的主要可能就是 ETF的風險性是怎麼樣 然後第二跟大家聊聊就是通膨 好通膨其實會讓你的購買力下降 但是你真的有注意到這個問題嗎 好那第三個就是最後來總結一下 這個ETF適合 是否是適合保守一族來這個使用這樣子 好那我們就開始喔 那第一個就是說我們要來聊這個 各大金融產品的不同的屬性啦 那第一個 那我覺得以風險高低來講的話 第一個就是比如說定存 好 那它的風險其實我覺得應該就是最低的 好這個風險係數的部分 在這邊 那 呃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現在比如說你高利火儲的部分 你用數位賬戶你可以來到 就比如說是 呃 你花保守率是有1.1% 好像大戶 然後到2.6%都有 好這其實就是 現在市場上的常態 好這個是 呃 大戶 然後這是Banky 那第二的話呢 呃 如果你要你的風險再高一點點 然後你可以再拿到一些比較好的 這個 呃 報酬率的部分 那你可能就會是 比如說像基金 基金齁 它其實也沒有大家想像中的那麼的 不好 因為它至少可以讓你 開始去呃 進行投資 然後可以有紀律的去做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小資主如果你要開始學習投資 也許基金會是一個你的 呃入門專 但是你還是必須要去慎選 比如說 呃交易的平台 好或者是 呃 比如說它的內扣費的部分 或者是 呃 那個交易商它能夠給你的折扣有多少 你能夠省下更多 其實是 對你來講你是 就是 比較不會被這個侵蝕你的獲利啦 好所以 它的風險的話就是 比較中度的部分 好 那它的年化報酬率 好這邊應該是寫報酬率的部分 呃 這樣的話 好 簡單換一下齁 那基金 我覺得它的年化報酬率大概基本上可以 來到 呃 應該是有2%超過到多少 應該是最高也是10幾20%都有 但是你比如說你抓一個平均的 報酬率比如說6%好了 好 對 那這個部分的話其實還是要看你選擇的產業別 好 或者是你的基金投資的標的物的部分 因為 也有股票型基金有債券型基金 好 那這部分的話呢 其實就是你必須要自己去做功課 才能夠知道說 到底 呃 那 應該是說你目前看好的 那一個發展的區域 它的趨勢好是怎麼樣 你如果有一個這樣子的洞見的話 那你的確拿來投資基金 是風險比較低 而且比較容易獲利的 不過 很多時候我們都會 因為 正 應該是說廣告或者是廠商 他們的宣傳的關係 而去購買基金 那基本上都是 它的技巧已經好起來了 然後你才買 那這部分的話 你基本上就是看著後照鏡 在開車 所以你的成效 就會沒有像 呃 有洞見方式去投還好 因為你等於是 它目前已經是高點 然後你才進去 那它當然就往下走啦 所以你很容易就會是買在高點 賣在低點 對 所以這個基金也是一個問題 就是說 該如何去判斷 該如何去做 呃 購買 其實都會是一個蠻大的問題 所以 對於大家來講 這的確是一個蠻困難的一個 一個操作啦 那第三個就是股票嘛 股票的部分的話呢 呃 它的風險絕對是高的 因為 呃 比如說以台積電來講好了 我們都知道 其實台積電最近它漲得非常的多 之前不是最高來到400多嗎 但是你知道嗎 去年前年 少找以前都是只有200多 300多 甚至100多的時候就有人上車了 只是人家覺得說 欸200多可以賣了 但是你沒有想到 它現在已經漲到400多了 所以 呃 個股的部分它的風險非常的高 因為 你不知道它未來的發展是怎樣 你沒有如果 不是在這個產業別裡面 然後你也沒有去做分析 去理解說 他們未來的獲利模式是什麼 那的確你單買個股的方式 就好像是在 買樂透一樣 所以它的風險 的確是比想像中高 但它的獲利也很高 對有時候 可能可以來到 比如說 8%到10% 甚至有到 比如說 100%都有可能 所以 你如果買到標股的話 那你的確是有可能 就是所謂的一夜致富嗎 但是我覺得 呃 平均而言 台灣人在 股票市場 80%以上的人都是賠錢的 只有少數的 一些人 是真的有靠這個 股票來做 操作 並且賺錢的 80% 二指法則 80%的人都賠錢 然後來 豢養這些20%的人 那你是80%的人 還是20%的人 這就是很有趣 那 其實股票裡面 也有一種東西叫 指數股票型基金 那這種東西的話 它等於是 完全的幫你做到了 分散風險 的這個 這個動作 比如說像0050好了 像這個東西的話 它其實也是 指數股票型基金的 一種基本型的代表 全台灣50大市值的公司 都在這一個 呃 指數型基金裡面 好 所以它就是有點類似像 ETF 好 那它的風險其實是 非常非常非常的低的 但 也因為 最近其實很多很多的 呃 媒體新聞都在討論 ETF這件事情 所以它現在已經是 所謂的 投資上的險學 也會變成說 其實很多的 這個投資機構 或者是投信 他們發行這個 所謂的各種不同 類型的ETF 它有就是指定區域型的 然後指定產業類別的這種 這種的話其實 它或者是有所謂的 反一反二這種所謂的 呃 特殊操作型的 ETF 其實它就已經完全脫離了 我們 ETF成立的本質 它已經變成是一個 所謂的高頻交易的商品 所以 你不要看到它是ETF 你就買 ETF它的特色是它的 呃內扣費啊 或者是它這個基金 經理費都非常的低 至少 都是比這個基金的 百分之1.5% 到3.5%到4% 還要再低很多 比如說都是 百分之0.3% 或0.2% 0.1%之類的 甚至你買美國的 ETF至少到 0.01%以下的 這一種 都是有可能的 好 所以我覺得 這個基金它的風險 呃 基金的風險是 算蠻低的 不過它因為有一些 費用的關係所以 它的確會讓你的獲利就是 呃減少嘛 好 但是如果ETF部分的話 它一樣有分散風險的特性 但是 它 呃 它被收取的費用 是非常非常低的 好 所以我來這邊寫一下這個 報酬的部分 現在報酬基本上應該都是 大盤 好 就是你追蹤的那個 大盤指數多少 再扣掉它的那個 經營營運的費用 基本上 它就是 大概是 7到10%吧 對 它的獲利可能沒有辦法像 標股 這些股票一樣 就是非常非常高 好 但是它 承擔的風險是相對比較低的 所以你問我說 欸到底 小資族 適不適合使用 ETF 我覺得 其實 它沒有你想像中的 那麼恐怖 因為我自己也就是 只買ETF 好 我很少很少買個股 很少買Google 原因是因為我 又不懂這個產品 那你說金融股 我可能還可以就是 稍微知道一下 這家銀行在幹嘛 我可能可以買 但是除此之外 我是絕對不會去碰 我不懂的東西 好 所以我也不會在網路上面 自吹自擂說 我是一個多厲害的投資者 其實不會 那我就是 就我自己所知道 還有我自己所操作的部分 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 這個表格 我覺得你們也可以拿去參考一下 這是我們剛剛討論過的這個問題 就是 報酬率的高低 好 當然會有差 所以 風險上也是有差 好 那所以我們 第一個已經講完了 好 這個打勾 那第二個就是 關於通膨跟購買力下降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 講投資 講理財 但是我們都沒有去想到說 其實你的購買力會隨著時間而 讓你的錢慢慢的辯駁 為什麼 你可以想一想 這個問題其實答案蠻簡單的 因為我們 這個 像這一次這個 COVID-19黑天鵝事件出來之後 美國做了什麼事情 中國做了什麼事情 他們做的事情很簡單 就是不斷的印鈔票 印鈔票這個動作 他們把美其名叫做什麼 無限量的量化寬鬆政策 也就是一直瘋狂的印鈔來 這個 最新經濟 然後 然後來這個 發錢啊 什麼的 所以所有的世界各國政府 只要 一開始做這件事情 你的購買力其實就開始下降 這也是沒辦法的事情 所以 這個 大家都會覺得說 電話寬鬆政策好像很好 但其實不一定 因為市場上流通的貨幣越多 其實你的購買力就不斷的下降 你不要覺得說 購買力下降這東西好像無關痛揚 簡單舉兩個例子 在台灣你就會非常有感 第一個就是 比如說買滷肉飯 以前可能一碗滷肉飯10塊15塊 但現在可能20塊30塊都吃不到 一碗比較像樣的滷肉飯 那再來就是 這個 我們的 這個加油的費用 這個油價一直不斷的往上飆漲 然後油價只要漲到某一個區間之後 計程車司機業者他們就說 我們要調漲這個基本的跳表的錢 因為我們的油錢都不夠付 或者是有些客運業者就會出來complain說 都沒有人要搭客運 所以我們的錢又要再往上調漲了 你調越高人家就越不願意打 那再來就是 一般的小吃店什麼都說 因為油價不堪負荷 因為人事成本的關係 所以我們 我們的賣的這些小吃商品就會 不斷的往上調漲 這個胡須章那邊也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的生活中 處處都有這個所謂的通膨的情形發生 以前一碗陽春麵可能5塊錢10塊錢可以吃到 但你現在一碗陽春麵 你在台北可能沒有4550塊 你是吃不到的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通膨非常的重要 一般而言通膨大概都是抓在3%左右 所以你想一下如果你的基本獲利 這個平均的這個年化報酬率 投資的年化報酬率 如果是10%的話 每年扣到3%的通膨 其實你的年化報酬率應該要多少 應該是要7% 10.3.7 如果你要你的年化報酬率不斷的7%往上增長 那麼你要找到的投資標的應該是至少要10%的年化報酬率 那你就會很好奇說 那到底市面上真的有這樣子的一個投資的標的嗎 可以讓你就是 拿到7%到10%的這個報酬率 其實你們如果有常常在看我的頻道 或者是我在每天到我跟大家分享的 你其實看這邊就知道了 我的年化報酬率其實目前就是9% 那做法也非常的簡單 其實你就只是單純的去買這個所謂的ETF 那我簡單舉例 我用這個一通而多舉例不是代表你一定要用這個平台買東西 沒有 你一樣可以在你的美股的平台裡面去做購買 我只是在這邊簡單的跟大家示範一下說 我真的用這個東西買 然後雖然說它是CFD 但是你不在ETTORO買 你在其他的美國券商或者是用付委託 你其實跟我一樣的做法 你也可以拿到一樣的這個所謂的投資成效好嗎 像目前投了30,300美金 那昨天為止收盤 我的這個獲利率是2914 所以你除一下大概是接近9%左右的這個報酬率 其實我覺得這個數字我就還滿滿意的 那它之前在這個股災的時候 它的成效可能就有真的有往下跌 但是事實上我覺得現在它又跳回來了 像我之前的這個線圖 大家可以知道我從去年8月投資到現在 今年現在8月剛好一年了 所以COVID-19那個時候我也是跌得很慘 跌了我之前的投資水位最高多少 現在跑到了那時候最低跑到8000左右 所以其實是跌很慘 但是那個時候我還是有持續的就是做交易 有做加碼 所以甚至是沒有因為就是害怕市場 而就離開市場 所以我的成效反而是在低點的時候買到 比較多的單位數 那現在持續的往上成長 好像已經幾乎來到了當初的最高點的這個水位了 所以我覺得買就做投資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困難 但是你還是要去了解到你自己的投資屬性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回到我們剛剛的這個 這個簡報這邊 通膨的購買力下降的部分 你要想辦法去找到你的投資報酬率 有包含通膨的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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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蝕你獲利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真的只買7% 那你扣掉3%你只剩下4%而已 所以你的本金要翻倍就會比想像中的還要久 所以通膨的購買力 這個部分你一定要特別的去理解 因為你的投資報酬率要越高才能夠幫助你 就是不會受到物價的關係 然後去做到波動這樣子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剛剛寫到的這位 其實還可以再聊通膨 這個叫什麼購買力的部分 這個抗購 應該是什麼抗疊嗎不對 應該說這個 基本上你的報酬率要越高 對於你的這個購買力的部分 這個所謂的通膨的部分 它的抗通膨的這個特性 才會比較好啦 對 這個叫抗通膨特性 那這部分的話其實定存是最低的 因為定存 它你又1.1%到2.6% 那大Banky也只讓你就是存多久 就只存半年而已 那在你那之後你要再拿到2.6% 也沒想像中那麼多啊 但事實上剛剛算出來的通膨其實至少都3%起跳 所以它這個絕對是低的 那其實你的風險低的話 抗通膨的係數就越低 那這個像基金的話就是中 然後股票是高嘛 就是因為它的獲利率比較高 所以它的確是有可能可以讓你的資產生長 對 那ETF的部分的話 它其實它的抗通膨也是高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獲利率就是大盤 就是一年賺多少它就拿多少 所以我覺得這個反而是一個很特別的特例 就是說它的風險相對低 但是它可以抗通膨 這部分的話它的這個數字就不是剛好就比照上面的風險系數 而是它就是 的確是一個蠻適合的一個 所謂的投資選項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 ETF適合保守一組嗎 適合 我覺得適合 但是問題就是 你還是要去做功課去找到 適合自己的投資標的 非常簡單 比如說 你買的是0050 那跟你買的0056到底有沒有差 0056它是經過了人為的篩選標的這個 就是 他們選出來的是下一季 或者是下半年有可能會 替你帶來高收益報酬的 這個所謂的 標的的部分 但是這個東西 它是否會隱含某些陷阱 比如說 它已經做了人為的標的的判斷之後 它之後的獲利率是不是有可能會變差 這也是你要去思考的 就是 現在市場上有非常多各種不同的ETF 那它都是所謂的基本型的做變種 那它中間又加了許多不同的人為判斷 這些人為判斷是你需要的嗎 還是說 你要拿到的就是一個市場報酬的數字 這部分的話呢 你必須要自己去做功課 也不是我跟你講說買這支好你就買 那錯了 因為你這樣只是把你的責任丟給別人 這是不對的 所以我通常很少在我的平台頻道裡面跟大家講說 我買了什麼你要買這個 不是 我的投資標的有我自己的投資哲學 那你的部分的話呢 你可以學習 你可以吸收 但是你不能造草 你一定要去找到適合你自己的風險係數 然後找到投資匹配的這個所謂的標的 不然的話呢 像上次 那個COVID-19黑電鵝事件的時候 我的資產跌得這麼深 有多少人 就是因為eToro有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是複製跟單嘛 有多少人因此而掃出去了 至少有 上初有120個人嘛 那掃到後來只剩100人 所以就是有五分之一的人都出場了 所以 我的風險 其實是很高的 我的投資屬性其實是比較 屬於那種積極型的 那這個東西不見得適合每個人 所以我覺得你們 不應該 或不見得一定要來跟單 而是要有自己的想法 好不好 那你要跟著我賺錢當然可以啊 不過 不過我當市場下跌的時候 我的 投資標的也是跌得很深的 那這是你可以接受的嗎 所以 這基本上的話就是一個很 大的人性考驗 所以 你們當然也可以選擇就是比較 保守型的 這個所謂的投資 比如說 就單純的用資產配置 然後來降低你的不動性風險 那麼 你的股債比 就是按照你的這個年齡來做區分 比如說我現在35歲 那也許我就是 65%是放在這個 所謂的 股票 那35%是放債券 用這種 資產配置的方式 就可以稍微降低你的這個 風險的波動 如果你真的覺得再不放心 那是一半一半 一半放在股票 一半放在債券 那是不是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 所以 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你自己要去調配你的這個 資產配置 資產配置的單元 我將來應該有機會 會跟大家再做一個說明 所以 總結一下今天講的 有跟大家聊了 金融產品的各種不同的風險屬性 ETF是相對比較低的 那第二個今天跟大家聊到 通膨的這個係數的部分 會讓你的購買力下降 其實你在投資的時候 要特別把這點考進去 考慮進去 而且 要讓你的投資報酬率 成長比 通膨還要高 不然的話 幹嘛投資呢 所以 錢放在銀行做定存 是最愚蠢 最不應該做的事情 應該要放到市場投資才對 甚至你放 你還是可以找到就是風險 比較低 但是報酬率比較高的產品 像ETF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ETF還是要慎選 不是掛上ETF就可以買 沒有 你還是要去看一下 他所追蹤的指數 是否符合你的 這個投資的理念 如果有太多人會操作的部分 他的績效其實不見得都會好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 你們大家自己要去參考一下這樣子 好 那今天的分享都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支影片很不錯的話 非常歡迎你趕快 按讚留言分享出去給你的親友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小鈴鐺開起來 最新的消息才會立馬通知到你家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